好 最近大家看 賴清德的人設 又有一個新的形象出來了 他怎麼講呢 他現在看起來有一點苦情 苦情的人設 他告訴大家 就接連兩個場子 都在賣他的苦情人設 他講說他懂買房族的苦 因為他當初就是跟同學去借錢 然後湊造這樣的一個頭期款 是跟同學借個5萬 10萬 然後之後才是房屋貸款 是這樣子在借錢的 就是8月6號的時候 去到台南旅外相親後援會的時候 提到了這個事情 另外他又去到了 這個台南做工型善團 就講說他也是勞工家庭出身的 對於勞工不管是收入或是生活 都能夠感同身受 一連兩場活動就頻頻強調 自己是貧苦人家出身 買房也是東拼西湊 他後面的用意就是要主打庶民 因為他現在整個綠營的一個打法 就是講說 侯友宜是包租公 當警察當到包租公 又開始要在操作這樣子對比感 就是說你看那邊是包租公 講居住正義 我才是貧苦人家出身的 我才是庶民出身的這個正義公平 那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是不是有一點要掩蓋現在綠營 其實居住正義就是跳票的事情 那侯友宜就批評民進黨說 你這個設施來20萬戶的跳票 那賴清德的敬拜馬上就跳出來說 你這個包租公假正義 那所以反正就講說什麼 侯友宜口口聲聲說要推動居住正義 可是卻在居住政策當中 看不到屯房稅的蹤跡 根本是打假球 就開始在那邊操作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把自己先設定成一個苦民所苦 跟大家一樣是勞工出來的 那這樣的形象大家能接受嗎 可是另外一個他要掩藏的人設是什麼 就是他好像不是新潮流 因為過去新潮流在很多人的口中 你說像以前韓國瑜有提到 新潮流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很多人都說不能得罪新潮流 那現在他是不是刻意要低調這個身分呢 你看球衣有講到 講說賴清德雖然是新潮流的議員 但是包裝得很好 讓大家感覺沒那麼新潮流 可是對賴清德深入了解的 藍營有李全教 綠營也有郭信良 我們這邊補充一下 還有龍戒先 龍戒先對賴清德很了解的 那可是現在金小刀 是不是得罪了蠻多人的 所以看起來這樣子 國民黨要打擊賴清德力道上面 現在可能少了一些助力的人士 再來我們看看黃陽銘也提到 柯文哲現在也要專打新潮流 他說這個戰略就是因為綠營裡面 很多的派系 其實不爽新潮流也很久了 所以可能是不是綠營有一些其他的力量 說不定會按住 這個打新潮流的一個攻勢 柯文哲挑新潮流打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他的派系 就要聯合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 那我們來講一下余天 既然跟新潮流這件事情也有關係嗎 這兩天看到余天講說 他不是讓出來立委的位子嗎 但是他想要爭取一下不分區 但是被碰了個軟釘子 我們來聽一下 這次我還沒選 主要就是因為有五歲了 像說要做一個不分區的 我有跟這個賴主持共五個 所以讓年齡分成 讓年齡分成 讓年齡分成 過去了我們余天余月的公約沒問題 2008年民進黨歷史的選舉裡面 我們要說是最辛苦的一道 在那一道困難的當勞 建黨兩行 必須大家的支持 所以他這次功成 生退 不然繼續參選副業的留意 但是我們對他過去的民主的打招 變得有的方向 我們請教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對 得到了一陣掌聲 但是沒有得到承諾 就是說這困難生 捧論很高 現在功成 生退了 就沒有要承諾你 沒有要答應你的意思 所以可能余天心裡面也是涼涼的 但是這個涼也不意外 賴清德會忘記嗎 新潮流會忘記你余天 之前說了什麼嗎 我們來看看 之前有這樣的一段影片 就是說余天曾經爆出來說 蔡英文被架空是真的 她被新潮流給綁架 她說我還當面跟蔡總統提過 你根本就是被新潮流綁架了 她也搖頭 在節目上這樣的一個爆料 她說我們一般人看其實都知道 總統旁邊的人不管是大衛小衛 都是他們就是新潮流的人 那你這樣子講過新潮流 你覺得新潮流會給你一個不分區嗎 這余天可能要想想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新潮流其實還沒有執政 在扁的時期跟蔡英文時期裡面 感覺上面都是很大的一個勢力 比方說在扁的時期的時候 當時邱毅人 安雅專案涉嫌貪污了50萬美元 秘密外交費被收押 那高院還判無罪 那後來邱毅人跟黃志芳 也涉嫌侵吞了這個八牛外交公款 金元八牛10億元 那2012年獲得不起訴 另外吳乃仁也是賤賣台糖的弟友 被判了3年10個月 他的子女也都在台本那邊 好像家族企業一樣 都做高官領高薪啊 另外陳哲男他也是司法黃牛案 也是被判了入監 所以在扁的時期 已經可以看到 新潮流的勢力有多龐大 那在蔡英文時期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賴靖林 他雲爆能源之外 他還有這個神腦董坐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讓星系再下一層 那再來還有很多的董總 比方說像是陳經德 蔣忠祐 蔣台延 還有何暖軒 蔣華航 這些肥缺也都是星系的 那更不用說前一陣子 轟動一時的林秉書 也是讓這個星系 重新又浮上了台面 也難怪之前韓國瑜就講說 得罪星系就像被高鐵撞到一樣 永無寧日 那如果接下來賴清德上了 那就等於星系長大權了呀 以前不是星系長大權的時候 都可以在不同人執政時期 都可以卡到那麼多的好位子 那如果是他們執政的話 這會是什麼樣一個局面 我們來問問龍界先 好 這個故事很精彩 這個林秉書這個案 他說兩年狂匯2900萬 怎麼匯 如果匯的話就會知道 據說應該是屬性的 他是每天在我們那個ATM 用現款 純 因為像我們政治人物 我現在要去領現金 不是一般規定50萬 你現金出入要登記要報 像我們 不是 你領20萬現金他就問你 議員你這個要做什麼 包括我的家人 他就會問他 他就是要洗錢房子你知道嗎 就是國家要杜絕這種洗錢房子 你洗黑錢或怎麼樣 但是他這個 是每天 我真有工有工就對了 到那個ATM去存款 一天存10萬 5萬 8萬 10萬 8萬 10萬 這樣存 都沒有人會問你 就一直累積 累積到那麼多錢 你就知道 他要去ATM怕幾刀 看多深色 叫做新潮流 就是新潮流就是這樣 讓結果倒貌暗然 讓結果很清高 我告訴你整個 我2019年在跟郭國文補選 你們回去看錄影怎麼大 我這個是怕他新潮流 所以打新潮流 賴清德新潮流有沒有效 有 新潮流已經把民進黨 其他敗戲追殺到什麼程度 比追殺國民黨有過之而舞不及 沒有比較軟 那郭國文我打說他就是新潮流 所以我要求這個地方 其他民進黨派戲的人 你們做閉上官 你知道他在他的舞台上怎麼說 現在要選舉就說我是新潮流 說我新潮流 我心肝心肝心肝 一直整就整整整我 你就真的新潮流 你是怕人說什麼 你就知道說 他們自己就知道新潮流 做很多事情 他們自己知道 他們做很多事情 自我為什麼嚇到筆掉 對民進黨的東西也做很多壞事 他們如果都很怕說 民進黨的東西要把他報復 所以如果到他一堆這個選的時候 你怕他新潮流他就煩惱了 因為越凸顯它是新潮流 民進黨其他派戲 就越有可能做閉上官 所以賴清德為什麼一直在這個天花板 而且天花板還在反降 天花板的高度還在反降 那你就可以看出說 整個民進黨成長的過程 為什麼過去他們新潮流 就是老二哲學 一直就是要拿那個老二的尾滴 然後他要的資源不斷的要 坦白講他紀律比較嚴明 第二個他手段比較高明 如果在表演說 新潮流真的厲害 我剛剛講了幾個系統性的 包括污水下水道 我告訴你 都跟他們討不了關係 他們裡面還有人來找話說 那不可以什麼事情不要說 我說不用說 讓我知道我沒有那個就沒有說 對不對 好 來 問正元哥 賴清德當然是新潮流的領導人 毫無疑義的滴把交椅 而且現在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其實民進黨可以把名字丟了 要改成新潮流黨 這樣名符其實 而且比較能夠光耀祖宗 光芒萬丈 新潮流是非常有戰鬥力的 比民進黨其他派系 都更有戰鬥力 所以如果把民進黨改名成 新潮流黨一定戰鬥力會倍增 賴清德當然是要刻意創造 他的所謂貧苦的形象 不過是真的嗎 我有點納悶 沒有錯 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普通的老百姓 母親也是 他說他買房子就要跟同學借個 15萬 5萬 10萬 我覺得有點怪 為什麼有點怪 因為他有個非常有錢的舅舅 叫童勇 他舅舅做什麼生意 是做電信工程 什麼叫電信工程 他還當了全台灣的電信工程 工會的理事長 你想想看 當了理事長規模要多大 當理事長 難道幾百萬工程 能夠當理事長嗎 當然不太可能 而且他不只是如此 他還是望族 他能夠當上基隆馬祖廟的 主任委員 跟他朝天公 大甲鎮南公 你不要忘了基隆馬祖廟就是 他舅舅當主任委員 而且不只是如此 因為他舅舅姓童 還是世界同事中青會的理事長 這個是有來頭的 換句話說 也許賴清德說 父系的親戚不顯赫 他母系的親戚無比的顯赫 是權貴 在台灣社會上就是權貴 地方上的望主 他跟他舅舅開國借個15萬 他舅舅會不給嗎 問 所有的人都 尤其我們本省的人 都很喜歡家族裡面 有人出醫生 我有一個子子是醫生 他要買個房子 15萬我拿不出來 這不可能的事 不符合台灣的這些基本民情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是不是吃過頭 我如果有這種舅舅 我就不用到工廠去做工 我比你賴清德更辛苦 對不對 我初中畢業師學 都去工廠做工 你還可以一路念建國中學 基隆到台北念建國中學 那不錯 不錯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人設 是不是太假了一點 你們去修正一下 他的處理跟我出來說 好 我們來問 我想每一個想要選總統的人 或者是民意代表 從立委 議員 甚至是各式各樣的民代 甚至部長等級 他們常常就是 不管政黨 在某個時刻 他們都會有一些專訪 講一講他人生的過去 點點滴滴的 的確賴清德是出生一個 相對辛苦的家庭 而且他的父親也早走 所以靠的是他母親 就在萬里這邊 很努力的 很辛苦的 從礦坑的小村莊裡面 把他養大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為什麼會講 其實也要想告訴 讓大家更認識他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錯的 第二件事情我也覺得說 最近滿多蘭妮的這些朋友們 一直在講說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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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轉移 因為國民黨現在內部 一下有挺猴的 一下有挺郭的 有的還跑到白的那邊去 所以為了要轉移這些焦點 所以現在不知道 內部問題太多了 多到自己不知道怎麼討論了 所以就開始講說 民進黨有什麼派系不派系 民進黨內部的確有派系 我們的派系在幹什麼 的確有時候會講話比較難聽 或講話比較大聲 但是這都是一個黨內 內部的一個防腐計 互相監督跟制衡 那新潮流就我的瞳孔在看 他們內部是真的很有紀律 而且他們也是這樣子 新潮流裡面有一個東西 很重要 新陳代謝 就是說可能你的議員 選了兩次 三次之後 他內部是不讓你選的 在他們新潮流內部 就主動的要他退出來了 叫他進去 叫他說去當個顧問 或者是叫他去做個大佬 讓新的年輕人進來裡面 去參選議員 去參選立委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新潮流 的確剛剛講到一連串什麼 什麼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的 有些都是不起訴 有些都是無罪 那真的有問題 我相信依照台灣的法律 依照我們的在野黨 又有龍介先生在這邊 還有在這裡在這邊 一定追一定殺的 所以你支持新潮流長大權嗎 我嗎 比如說你支持新潮流 在綠營裡面長大權嗎 新潮流有沒有長大權 對於你們自己本身 這個綠色友誼連線會不會影響 我們的邏輯是長這個樣子 無奈還他就是春榮岸圖立 那王在那邊看他 破三年了 竟然賴清德說他要用他的 政治生命擔保他們的清白 這裡面有很多邏輯 沒有誰長什麼大權 我覺得其實我們內部 還是會有一個互相監督 跟制衡的機制存在 人的社會本來就是check and balance 法律之間本來就互相的平衡 不然為什麼會有三權 或者是我們孫先生 是我們總理 你們總理 這個國父他的五權分立 這都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一直在講 這些無微博 其實是為了要轉移喉鍋之間 國民黨內部現在真的是 有點驚人的這個 內部內鬥的生態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